最近慢性發炎這個詞 越來越被醫學上提及的 甚至有人認為 它跟心臟病 癌症 甚至阿茲海默症的失智 都是有關係的 但是姓梅 你說它其實跟肥胖也有關係 而且我們平常要怎樣知道 自己身體有沒有在發炎 其實我們一般都 以前都會認為說肥胖 應該就只是個體型的問題 身體一幅尺寸的問題 其實目前真的蠻多的研究發現 肥胖真的跟我們很多的疾病有關 我們就先講肥胖 跟發炎之間的關聯性 我們目前發現說肥胖 似乎會根取許多的 發炎物質的上升 這兩件事情是有關係的 換言之我們可以說 肥胖可能會造成 身體持續性的慢性發炎 脂肪增加就會慢性發炎 那到底慢性發炎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門診中 跟病人解釋慢性發炎 病人滿難理解 為什麼你可以想像 這個慢性發炎 就是顧名思義 已經慢慢的伴隨你身體很久了 所以你並不會感覺到 立即的差異 比如說你昨天感冒 今天感冒 你可能會覺得喉嚨痛 你會有覺得這個差異 但是假設慢性發炎 它會覺得是一個 跟著你身體 你以為你身體老化的現象 所以哪些徵兆 你現在就回想 其實這些症狀可能不是老化 它可能是慢性發炎的徵兆 包括其中第一個 全身性的一些毛病 例如你會覺得 全身很沉重 很疲倦 覺得就是提不起力 對 疲累的感覺 甚至有些人會發現 有一些慢性的疼痛 比如說人家明明就是 一個關節拉傷 可能三天五天就好了 奇怪 怎麼你過了一兩個月 因為你還是覺得 還在痛 還在怪怪的 這種可能醫學上已經覺得 應該沒問題 但是你的疼痛感 好像比一般人來得更敏銳 小心 這可能也是慢性發炎的徵兆 沒辦法解釋 另外其實我們剛剛提到 為什麼我們會說 有時候腹瀉不一定等於 你就不會肥胖 確實比如說腸道症 腸漏症 這些其實跟慢性發炎 是扣在一起的 所以有些慢性發炎的人 他合併會出現腸道症狀 還有一些比較外顯的現象 例如皮膚 有些會有過敏性鼻炎的問題 或者是濕疹的問題 假設這些問題 在你已經正規的醫療上 好像也都沒有一個具體的答案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可能身體其實現在是有慢性發炎 那比較特別的是一個 慢性發炎目前有一些研究發現 它可能跟腦部會有被影響 什麼意思 慢性發炎的人 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心情 會比較容易負面思考 會比較憂鬱的情緒 那我們可以想像 憂鬱的時候有些人會怎麼做 再狂吃 吃東西 吃東西讓自己快樂一點 對 所以要小心 假設你今天肥胖造成慢性發炎 慢性發炎又影響到你的腦部 讓你比較容易負面思考 你負面思考 你又想拿大量的食物來吃 你就進入一個恐怖的惡性循環 而且當我們胖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身體總是會出現一些癥症 但是你不要去忽視那個癥症 因為它也有可能是 督促你減肥的動力 像是韓國的女明星 這個金信英 她其實出道的時候 是這樣的胖胖很可愛的 棉花糖女孩的形象 那她曾經胖到八十五公斤 被醫生診斷 為她只剩下十年的壽命 而且她說她自己 被她在抽血的時候 那個血液上面浮一層油給嚇到 所以她就下定決心要來減肥 她減肥餐很厲害 她說早餐一定要吃得超豐盛 午餐要向平民 晚餐向起看 這麼奇怪 而且每吃一口東西 她一定要咬五十下 短短的時間她就減下了三十八公斤 太會減了吧 超會減的 另外一位歌手 這個普春 她跟金信英就比較不一樣 他們減肥方式完全不一樣 她是以定時定量 而且都吃一樣的東西來做減重 她說每天早上八點中午十二點 跟下午五點準時吃三餐 而且吃的東西都是五個小飯糰 這五個小飯糰 他們沒咬一口 要咬一百下 然後再搭配上一百克的窩具 跟球精的橄欖 他說他六個月都沒有碰麵包 狂減了十一公斤 我們就來看問一下邱醫師 你怎麼comment這兩個姐妹妹 你怎麼comment 你覺得是對的嗎 我跟你講 早餐要吃得像皇帝 其實這是過時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 發現說早餐吃不吃 或者早餐要不要吃很豐盛 其實跟肥胖的這個比例 這個還有在界定 沒有什麼正相關就對了 但是古代人為什麼一定這麼說 你看我們以前小時候 聽過一個台灣的歌 叫什麼 早早就出門 天色很多床 太好沒人問 走到山中 你有沒有聽過 我是沒有聽過 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聽得到 沒有 聽到山中是要做什麼 做事 對啊 你不是早餐哪有力 對 那你早上連西飯都不可以 要吃白飯 為什麼 熱量才夠 對那些人來講 早餐一定要吃得像皇帝 可是像昆俊你 你睡到中午才起床對不對 我沒有 我很早就起床了 怎麼睡到中午才起床 你早餐不能吃那麼多 只有禮拜天 對 你吃那麼多的話 你早餐就昏昏沉沉的 開會的時候再度過 對 所以早餐要不要吃那麼多 其實肥胖不是這樣講 肥胖是長期一整天下來 熱量的平衡的問題 你要減肥 製造熱量不平衡 對不對 進來少出越多 長期下來你就會瘦 對 那第二個呢 這個補春醫呢 他說什麼 三餐吃一樣 這個會產生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營養會不均衡 你這三餐當中呢 缺少了營養素 你每天都這樣吃呢 長期下來 不夠的用 每一餐都設計得非常好 對 你要變化 那第二個呢 容易中毒 我們今天不是講到毒嗎 你知道有些食物 它有農藥 有重金屬 你每餐每餐都吃一樣的 人家只吃個一兩次 不會有累積過多的問題 你每餐這樣吃 爆表了 所以就很容易中毒的問題 所以千萬不要學習這兩種 像我們講食安問題 就好像多樣常變化 食安問題無牽掛 這個才是原則 這個案而已 對 這個案 僅供參考 其實韓國女明星減重方法 除了這兩種 所以他們最也很流行 叫做丹麥的減重法 什麼是丹麥減重法的含英 後來我看一下原來是丹麥的醫生 他們的公立醫院 針對要心臟肥胖手術的病患 之前兩週先讓他做這個飲食 你看這兩週天天早上都是雞蛋二到三顆 然後加一隻吃蛋 又普斯黑咖啡 中午又雞蛋吐司黑咖啡 晚上再來雞蛋 然後生菜沙拉 連續就這樣子吃 我算了一下 他一整個禮拜 兩個禮拜 大概吃了五十幾顆蛋 我真的覺得有點驚訝 那比丹麥的那個母雞很辛苦 那雖然我們說蛋是很好的營養來源 但是畢竟我看了這個 我算了他的熱量 其實他算極低熱量減肥法 每天大概只有六百到八百卡左右 所以他是靠熱量在減重 對 然後你又吃的很少 那所有蛋白質來源就靠蛋 偶爾一天有所謂的牛排跟魚 然後他的澱粉都是吐司 但是其實你光吃吐司 也是很無味的 台灣人要吃你一定加什麼果醬 果醬 所以其實那都是甜的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你還是可以參照我們剛才 有地瓜 南瓜 各種蔬菜 有一些原型的 不管是肉 雞胸肉 瘦肉 海鮮 去搭配 我覺得這樣會相對的健康一點 那特別提醒 像這個極低熱量減肥法 有幾種人不能用 譬如說正在發育的青少年 還有孕婦 慢性病 或是你工作非常勞累 如果是在工地裡做出火 吃這個應該馬上太陽一晒 你就昏倒 是 那可能你有三高糖尿病的一晒 你可能血糖就變低 反而會有休克的風險 不要隨便嘗試 而且黑咖啡可能會讓你睡不著 睡不好的話 你隔天根本精神更差 然後這可能會暴斃的 所以需要注意 所以感覺海影不是很喜歡丹麥 沒有 但是我們身體體重過 就代表你身體在發炎 其實我們有穴道 是可以降消炎的方法 對 其實我們身體會自帶一些消炎穴 這個消炎穴還蠻可愛的 都長在我們的腳 腳上 當然還有一個在耳朵上面 這個腳上面 你發現我選了幾個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內懷 內懷就是在我們的大母哥這邊這個懷 找到那個內懷以後 內懷這個最蓬的地方 這個內懷尖往下 然後你這樣按下去的時候 發現它這裡有個什麼 有個縫 那這個內懷尖的下面這個縫 就是我們的罩骸 那這個罩骸就表示它很大 氣往這裡往上 所以它會蒸發我們身體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當你的血壓比較高 或者是小便不差 我的病有一個 每次尿尿都會有殘尿 我每次叫它就按這裡 然後來針就是把它按這裡針 然後針 艾草揪它 它回去都會有什麼 尿尿很順暢 真的喔 因為它那個殘尿都會 小便裡面的尿 一直沒有尿出來以後 它會發酵的 發炎的 然後再來這一個 就是隔壁的 桑丘穴 桑丘穴 那剛剛那個是這個腎經的 那我們再來隔壁的 這個是我們的脾肌 那這個脾肌這個穴道 也是以這個內懷 那丘就是一個高齡 高齡在哪 這個就是內懷穴 所以你找到定位點以後 那剛好前面的罩海是在下面 我們的內懷尖的下面 它是在內懷尖的下面 下面 前面 往前右側這裡 所以你這樣動一下 你這裡腳動一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什麼 凹進去 外面還有一個秋須穴 秋須穴 剛剛是內懷 所以它找到外懷了 外懷的這個秋須穴 是我們的膽經的穴道 那它怎麼找呢 你在找的時候 你就發現它是 也是在外懷下面 但是它不是直接下面 它在前面一點 那所以你的腳翹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凹陷 它剛好在這條筋 跟這個凹陷的結合點 OK 所以腳上上 耳朵那個穴道在哪裡 耳朵這個穴道叫做便秘點 便秘點 便秘點有時候小朋友上廁所 不是很專心 或者上廁所吃東西不怎麼樣 上廁所就上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自己上廁所不是很順暢的時候 你也可以按到這個便秘點 這個便秘點很簡單 怎麼找呢 把這個腳 我們這裡有個三角窩 那三角窩的這個 我們的底部這裡就是盆腔 然後找到跟耳朵交叉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什麼 大腸的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地方就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 壓下去 分三等份 前三分之一 這個內側 就是把它壓下去 那你也可以在這裡什麼 給它 因為我們現在是示範 這個耳朵很大 用捏的 用捏它 按它 這個部分可以按摩 這個部分便秘點 這四個穴道交給大家 其實看起來慢性發炎 對著我們身體真的傷害很大 所以廣告之後 我們就教你一道抗發炎的料理 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